舞台上的潘伟博全身心投入其中 进歌任务 演出结束 转身投也不回 只留下一个傲娇的背影 咦 这可不像潘伟博的结束动作 要知道一直走嘻哈音乐路线的他 在表演结束后 常常是这样的 我先丢这里的好了 不要再看一下 没有 就是话筒这个 任麦这个其实在hiphop的话是蛮那个 但是因为这个是常常的活动 还是不要人好了 任麦作为嘻哈文化的一种象征 常常被歌手们运用在各大舞台 潘伟博也不例外 不过常在舞台任麦 哪有不得罪人的道理 曾经被追杀过 我曾经有一次在一个音乐节 任了麦之后 然后那个音响师冲到后台来 刚才怎么样 你刚才干嘛 我就说我手滑了 不是每个人都了解任麦的这个文化 但是在别人的话 还是稍微的 还是要为别人掌声 在演唱会任麦 早已成了潘伟博的标志性动作 那些年被攀帅摔坏的麦克风 有多少呢 还是让他本人自己来回答这个难题吧 摔坏了多少话筒 破功 我说常发这种 就是这个 我的麦克风 应该目前没有人跟我追讨过 所以我的麦克风还蛮耐摔的 因此有我的麦克风是有歌曲 好冷 虽然你的笑话够冷 但该配合你演出的小编 不能视而不见 以上我们看到的都是潘伟博实力搞笑的一面 但人家的内战实力也是港港的呢 新专辑一里一类中 他就一口气包办了全部作词和大半作曲 歌也听了 舞也看了 大家也该收工了 哦 还有件事情不能忘 谢谢 那个眼镜那个啊 帮我剪掉 新闻在线上海 谢谢大家